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一直有個裂痕 想裝修想維修 工程問題一羅羅 裝修工程有事不明就無從入手 現在我Rocky就和你逐一解密了 在我們裝修的流程 其實我們都要留意一下屋苑的外圍 例如我們送貨的路線是怎樣 例如以這個位置為例 其實可能原來我們運送的路線 是要經過搬一些樓梯級的 可能對日後我們送一些建築材料 或者送我們的家具 需要多些的苦力費 可能會影響價錢 在我們事前視察的時候 知道這些資訊 亦可以盡早讓客人知道 無論在它買材料方面 亦是我們運送訂造的木器方面 都可以得到資訊 究竟那個附加的費用是多少錢 我們來到這個裝修單位的流程 其實有甚麼要注意呢 其實都是看看有甚麼需要保護 例如這個大堂的走廊 可能是升降機口的長身 這些位置 升降機的邊框 我們都要保護的 我們也要看看附近有沒有甚麼阻礙 例如有些位置 可能我們會搬貨物 轉不到彎 我們都要留意一下 我們一直進入單位 好 那我們進入單位 其實進入一個裝修單位 我們第一次視察 就是要了解一個單位的結構 即是整體狀況 例如這個單位 我們有甚麼基本設施是不可以移動的 其實有甚麼掣角 有甚麼限制 或者也要了解它 究竟哪裏有水鍵 哪裏有電箱等等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逐個位置 和大家檢查一下 好 那我們進入第一件事做甚麼呢 我們要找一下電箱在哪裏 第一件要找 因為起碼你要開燈 當然我現在開燈了 好 那就在這裏 找個電箱 可以拍照電箱 其實呢 第一件要知道 我們擔貨在用甚麼電 他在用單箱電 單箱電 他大概最多可以有多少電壓 所以我們要看看 原來他說80A的 我們都知道 日後我們佈局的時候 有多少電器可以承擔到 或者用納到 找到電箱之後 怎樣呢 找到其他阻礙我們的東西 或者是必需要的東西 我們控制不到的東西 那就看看在哪裏 通常離不開在地位盒裏面 好 那就看到一個煤氣錶 其實煤氣錶 也對我們很重要的 因為它可能阻礙我們放一些 我們處理工具設備 例如焗爐、洗衣機等等 所以可能在裝修上要配合 要不要將它更改到位置呢 當然 更改這些設備 需要一個有牌照的人去做 或者一些 控制塔 或者找煤氣公司去改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客人要了解到怎樣去搬 或者是找什麼承判商去做 就要聯絡跟我們討論 這裏留意到 水閘鍵在這裏 起碼我們知道 山水鍵在哪裏關 我們一開始進行清拆的時候 我們要山水鍵 或者我們離開單位的山水鍵 都要在這裏進行 煤氣錶在這裏 有關煤氣錶的喉怎樣改 我們在之後的雜數都會繼續說 這裏起碼找到兩件事先 地頭去水 地頭去水 即是說這個廚房其實是有地頭去水的 以後我們做的時候要留意 原來地頭去水就在這裏了 我們就可以配合這個廚房去做進行施工 好 看到都非常凌亂 所以我們要裝修了 我們看到這個單位裏面 這個廚房有一個單上的即熱式電熱水爐 其實就是說這個單位的熱水供應 是由這個電熱水爐負責的 如果這個廚房需要熱水的話 也可以循用這個方法 也可以用其他方法做 例如在煤氣錶再貼過來 不過我也建議 如果原本也是用熱水爐的話 用這個單上即熱式電熱水爐 它可能熱水的輸速會比較快 以及比較穩定 其他都沒有什麼特別 那接著還要看什麼 看看我們出油煙機後的位置 其實呢 看一看這裡 其實如果這樣看 就大概看到油煙機後是這樣 出去外牆的 其實這個位置 都是一個我們都沒有得避免 沒有得改動的位置 所以就最好跟回原本大廈出油煙機後的位置 以免有其他投訴產生 例如什麼呢 有些裝修公司或者師傅 可能會隨便改變出出油煙機的出口位 可能會對其他輪居造成影響 所以我們最好是用回原本的位置出油煙機 在選購出油煙機的時候 都有些要去選擇 例如如果這個出油煙機太低的話 可能會影響我們的出油煙機的高度 或者款式 在裝修設計的時候 定位的時候要留意這件事先 好,剛才看完我們的水雜製、電箱、煤氣錶在哪裡呢 其實有些東西可能忽略了 就是一些單位外邊的東西 為什麼有關係呢 其實你裝修你的單位 你也要看看有什麼可以改動 有什麼不可以改動 你也要清楚你的喉管是怎樣走的 看不到自己的單位可以怎樣做呢 可以看看你附近的鄰居 例如對面 其實如果你看一看這裏大概你會看到 這個應該是鄰居的浴室來的 其實它會很類似你自己的浴室 或者可以看回自己的浴室 這樣你會看到其實它的分布大概是怎樣 所以你到時可以檢查 究竟我有沒有需要去更改這些喉的位置 我有沒有需要換它的外場隔氣 或者我這個單位有沒有氣喉呢 究竟有關於這些喉管的詳細裏面的佈局 或者怎樣做呢 我在以後的影片會說 但是我們一來到這個單位 首先我們要看看 咦 究竟這些喉管是怎樣走的 它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喉管 我們要留意 那也可以看一下 咦 通常在廚房的位置外邊 會放一個冷氣的散熱器 但是我們看這個單位就沒有發現 那我們直接看自己的單位 咦 沒有散熱器 是否代表一定不是呢 未必的 我們要看看樓上樓後 或者看整個屋卷 究竟這個位置會不會有人擺放那個散熱器 一般的屋卷會有規定 就是我們那個冷氣的散熱器 應該放在哪裡 那我們就看看這個屋卷 其實就沒有散熱器的位置擺放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要再找 究竟那個冷氣散熱器放在哪裡呢 跟我們日後換冷氣是有關的 所以這件事我們要先留意 那我們進入大廳 大廳有什麼設施 是跟剛才一樣我們要留意的呢 就是我身邊的這個對抗機 其實很多客人都有疑問 咦 那個對抗機其實我可不可以換的 我可不可以改用位置 其實是可以的 你可以更換新的對抗機 你也可以更改它的位置 那一般來說是裝修公司 就會負責對這個對抗機的後管的線路 去進行移動改位的 而安裝這個對抗機 就由屋卷的指定承辦商去做的 因為這個線路接駁 始終是這個屋卷最清楚的 也不可以隨便去改動它 所以在你要改動對抗機的位置前 首先問一問你的大廈管理處 它們有沒有指定的承辦商 那它們的路線是怎樣走的 我們可不可以更換等等 那進到來的單位 其實有什麼要留意呢 還有要留意的就是 我們看到一些橫樑 假天花 究竟它是真實在這裡是不能拆的 還是一個上手的裝飾呢 我們去看看 因為跟我們的報告也有關係的 例如以上面這個假天花為例 其實壓到這麼低樓底 也極有可能是一個裝飾用途 可能裡面本身有些橫樑 或者有些線路在這裡 可能想做一個裝飾的 那我們可以 基本用最簡單的方法 我們可以用一個敲擊的方法試試 那因為傷得矮的關係 用些工具幫忙走 那其實敲下去 似木殼的 那就是說其實有一部分可能是可以拆的 但是是不是真實全部可以拆呢 可能要等我們清拆後才知道 那如果在清拆前也想了解的話 我們可以去這個屋宇柱下載它的圖質 那就可以知道它究竟有沒有橫樑在這裡了 那我們就再來其他地方看看 那這裡也有一個橫樑位 那應該都是一個實的橫樑 不是一些斑木殼來的 那我們在裝飾的時候就要想一想 究竟我們怎樣修飾這個位置呢 或者它會不會阻礙我們的設計 例如我想做一個燈槽在這裡 那但是原來它和我的燈槽的高度 是不配合的 那我們可能要作出改動了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可以看看單位裡面 有沒有一些不尋常的痕跡 例如一些有沒有漏水的痕跡 有沒有一些剝落的痕跡 或者裂縫 那剛剛我也找到一點點了 大家可以看看這裡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呢 一路有個裂痕 那就是沿著大廳一路去的 那其實這些裂痕呢 有很多成因的 那例如說是 可能是上一手有些喉管在這裡 那可能那個喉管日子久了 那可能令到表層的批凍鬆脫 那也可能是因為有其他的外來因素引致的 可能是樓上曾經漏過水 或者樓上可能是天台 或者是隔火層 那可能會令到它有滲水的情況出現 那所以我們在空前要盡量把這些事項記錄下來 也要告訴我們的客人 咦 我們這一個位置會怎樣幫它跟進 或者日後怎樣去執修 如果想知道多些裝修的知識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按我的鐘仔 有新片就不怕錯過了 我們劉強迪力點 把速度折到 就覺得比。 絕對比。